全台拥有658万用户的Facebook 现在居然暗藏了脱衣野球拳的游戏 只要网友赢了一拳 那么游戏当中的美少女就会脱一件衣服 但是立委就不满 因为很担心小朋友会受到影响 迷你群暴主装 六位制服美少女摆出撩人姿势 大碗野球拳 只要网友赢一拳就脱下一件衣服 只要联姻五次 美少女就会脱到只剩内衣裤 还有超奈配音 这样的游戏 居然在全台有658万用户的脸书 就玩得到 我们再试一次嘛 好害羞 人家不来了 业者找来六位美女标榜洗罩杯 取名为暴如女仆 天使护士 尺度完全游走在灰色地带 没有标识分级 里面他有一个老师 今天也要课后扑导吗 其实学生最重要的课后辅导 其实是非常需要受到重视的 那用这样的字句 其实也严重破坏了 其实在教育体制上面的一些对话 因为他太大众化 太生活化 所以他的影响力更可怕 对话或者是一些动作 那个这个部分呢 我们会要再把它详细的一个观察到底 判定如果是违反俄绍法的规定的话 那么我们会一而造法这样的一个 无数条的规定来做一个处划 那如果这样的一个情况是违反规定的话 我们也会请业者来做一个移除的动作 在结果出炉前只能要求业者自律 不过对家长来说 让孩子免离色情 却一天都不能等 明星文家美竹青山 台北报导